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先来介绍了peerp的文件上传处理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peerp如何处理文件下载 其实文件下载呢 呃 有很多种方式的 也就是在网上也是我们常见的内容的 比如说你经常会下载一些资料啊 对吧 经常会遇到文件下载的 那看一下这种形式怎么实现的 比如说 通常你会看到什么 呃 电信下载 然后还有什么 网通下载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你在你的服务器上 一般的咱们做服务器的那个机器呢 都有两块网卡 如果你是电信用户 那么通电信网用户来访问你的网站 你是网通通过网通访问 这样的话 呃 速度会快一点 那假如说你现在的 我现在的呃 用的ip是电信的 那我就用电信下载 速度会快一点 我现在用的宽带是网通的 那我用网通下载会快一点 这就是跟你服务器几块网卡 那比如说 还有那个像什么 河南下载啊 呃 什么山东下载啊 山东下载啊 或者什么什么黑龙江下载啊 什么上海下载啊 那这些是怎么来的呢 或者什么西安下载啊 对不对 这些呢 是你服务器有多个服务器净效 也就是啊 我的网站规模比较大 我或者借助朋友的服务器 各个服务器呢 都放上我相同的镜像 这样的话 一个机器假说假说就假说我这些视频 那就在比如说北京的下载这话 就在我们服务器上 那有可能下载的很嘛 有可能同时有几百个人几千人在下载 那服务器有可能受不了 然后服务器忙 你可以分担在别的服务器下载 这些呢 都是在服务器上解决的东西 只是不同的地址而已 就可以了 所以呢 那我们今天来了解的呢 这个下载 比如说 我现在要下载这么多文件 看啊 假说我这会是一个 我就直接拿这个写了 这是1.PRP 如果简单的下载 我们用直接链接就可以了 HREF等于 C-A 假说这会有一个1.IR的文件 BR 假说 A HREF 链接 C-A 假说这样 我先不写第二个 假如就1.2R文件 我现在做一个这样文件 你看啊 我随便找一个目录 随便建一个吧 1一个目录 你看啊 这里边我随便建几个文件 里边我写的内容 你看啊 假如这样 我再多拷贝几个文件 你看 我给他打包 好 简单的文件下载 只要用一个链接就可以了 像这样的文件 RTMA标签链接 只要地址上 只能到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是 万点RR 我就当前目录一下 好 我们来服务器访问一下 你看 HTTP冒号 访问 万点PRP文件 你看直接就有万点R 我只要鼠标一点 你看一下 马上就形成这种 对吧 打开保存 如果我装迅雷或者其他的 我有可能右键一打开 使用迅雷啊 或者什么去下载 对吧 都可以做到 但是如果我是这样的文件呢 你看啊 ahif链接 万点RTML下载 2点RTML下载 你看啊 还有这样的文件 啊 3点PRP下载 假如还有这样 负点啊 TST文本下载 比如说这样啊 是logo.gif下载 假如这样文件 如果我要直接写地址的话 比如说 这话我建 2点RTML 要上W保存一下 我再建一个 3点RTML 3点PRP 输出一项Y 你看啊 然后 然后啊 负点T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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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Z 然后还有一个啊 logo.gif 随便我找个图片过来 比如说 找一个logo 这个logo.gif 拷费到我去目录下 这logo就把改名 好 你看这些 这些能下载吗 看一下 我点万点RR 你看出现这个是打开是保存的 可以取消 你看2点RTML 直接转向这个 RTML文件 哎 我这会儿没加 没加这个链接啊 这会儿写上 2.RTML thre3.php 这会儿再加上 4.tst logo.gif 好 保存一下 这会儿我们再试一下 我退一下 射信 你看啊 2.RTML 一点是W 内容直接输出3 输出Y 4 一项Z logo 直接显示这个图片 看到了吗 所以这些都不能下载 只有第一个下载 看一下 知道文件的名称 文件的类型多大 从哪下载的 对吧 然后你保存就可以了 那假如说我在做东西的时候 因为我上传的 比如代码RTML文件 比如说我做一个技术网站 让他下载文本文件 这些文件都让他下载怎么办呢 那你就不能直接用链接的方式 看到了吗 就不能直接链接的方式 怎么办 看一下 因为浏览器 我现在一点击下载原理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点这个RR也好 RTML 这也是下载 你看右键原代码 不已经下载过来了吗 也就是请求外部服务器 外部服务器把那种发送过来 但是呢 发送过来的类型 浏览器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如果浏览器对于类型来说 假如说他认识的 那么就像这样的 这下边这四个他都认识 就直接解释了 你看浏览器能解释图片吧 浏览器能解释文本文件 浏览器能把PP的输出结果解释 浏览器更能解释RTML 但是浏览器里边 就22G的文件 他不认识 或者握的文档他不认识 所以你打开保存 是这样 或者PDF他也不认识 对吧 所以呢 下载文件分 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 那想办法 哪样浏览器都不认识 他就都形成附件给你下载了 因为他本身打不开了 所以呢 咱们必须借助于PP文件 比如说 我这个当RTML 我就不叫这个了 就叫叫DOWWDOWN.PP 往这文件 这个DOWW1.PP DOWW2.PP 你看 你看 DOWW3.PP 你看 我只要写这几个PP文件 就可以把这几个文件都下载出去 都让他下载 很简单 比如说 我这要是先来第一个 DOWWDOWN.PP文件 也就是我现在一请就请就这PP文件 然后请就这PP文件呢 我用一个头设置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 你看 如果你记不住代码也很容易 打开手册 打开PP手册 嗯 你搜索一下 比如搜索什么呢 H-E-A-D-E-R这个函数 看搜到了 这个函数里边有多种用法 咱们其他的都不用看 比如说你这块指定 告诉浏览器转现什么位置 对吧 那是常用的 控制浏览器的缓存 通知他有什么 控制他的缓存 最主要咱们是用这个 你看 控制他将他输出什么类型 什么字符集 所以他经常会写这样的语句 你看 通常经常会在PP里边写这样的文件 我再做一个 DEMO demo.PP 你看一下 这个投信息 这块H-E-A-D-E-R H-E-A-D-E-R H-E-A-D-E-R 会告诉浏览器 比如他经常写的 TYPE 告诉浏览器 我发送过去的是文本的RTML 字符集 是UTF-8 所以我在下边在输出中文字的时候 比如说 这是一个中国字 那这会发送的 你看我这说DEMO.PP啊 你看一下 DEMO.PP 你看直接就是右键原代码 编码 你看自己又调好吧 那假如说我这块改了 输入字符集 告诉他是GB 国标2312码 那这回我再刷新一下 你看 右键编码都不用指定 他就是GB232 你的手工都把它调回来 才可以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就通知浏览器 什么 通知浏览器 就是在发送数据之前 我得先告诉浏览器什么呢 你我发送过去是文本的RTML的 你用这个字符机解释 投信息是通知用的 那比如说在这里边 我用下Ctrl S 我装一个这个软件 你看啊 我重新加载一下 然后重新刷新一下 投信息你看不到 但是用借助一些工具可以看到 你看这里边啊 发送的请求的是Guy的方法 我请求的是DEMO.PSP文件 看到了吗 然后200OK 这是状态码 对吧 然后再找一下 展开啊 你看 投信息 你可以看到了 这块 是Guy的方法 什么什么请求 防御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然后这块 找一下字符集 你看文本内容 投信息可以指的 文本内容是什么 是 文本的RTML 字符集是GB232 那假如说我在这改一下 啊 UTF 杠8 我记得这工具 我在前面好像咱们讲过 那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你看 再重新 刷新加载一下 下边这个啊 你看变成UTL8了 200OK 所以呢 咱们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呢 通常有三部分 也就是 有的是看到的 有的是看不到的 你要知道这一点 有第一部分 假如说我是请求服务器 请求 什么叫请求啊 就是你往服务器提交的时候 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 是什么 请求服务器是 协议和 呃版本 比如说HTTP 这是协议版本1.1 所以第一部分是协议 和版本 第二部分 是投信息 投信息 由UTL8有服务器 告诉服务器客户的那IP地址 啊比如说我现在请求服务器 那肯定是我客户的那IP地址啊 客户的用的什么浏览器啊 操作系统什么版本之类的 都交给服务器 服务器跟进信息再返回信息 对吧 那第三部分 才是你请求的 请求的表单信息 第三部分才是你请求的表单信息 比如说我添加商品 这个在表单里面输入的商品 或者地址拿后边的东西 比如说HTTP冒号 后边的查询责物串A A等于BB这些数据 这些是请求的 数据才去给他 所以第三部分 才是你提交给服务器的内容 请求的请求的表单信息 就是 才是你 可以看到的手工的提交给 服务器的信息 就这一点 那么服务器挽回响应信息的时候 响应的时候 也就是服务器给你挽回反信息的时候 也分三方面 第一方面 就什么 状态 比如说 200 OK 就证明页面 呃 没问题 比如说404 页面没找到 对吧 这都是响应的状态 然后第二部分是响应投 响应投 响应投 想投信息 也就是告诉客户端 我用的是告诉客户端 我发过去的是文本呢 还是图片 还是呃 其他的格式的文件 MMA类型 然后告诉他你使用什么字符解析 是不是附件 也就是通知浏览器怎么处理我发回去的数据 那就先告诉他怎么处理 然后我再将数据发送过去 数据发送给客户端 假如说给个网页内容 就是右键元代码能看到的 所以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你一般看不到 但你能感觉得到 所以想看到就得用这种工具 你看看到这就是想投信息 你看状态码 然后同一文本的 什么日期的对不对 时间操作的服务器是什么 PRP用的什么版本 这些都投信息告诉客户端了 是这个意思 好 那既有这三部分信息 所以呢 严格要按照步骤之行 你看啊 我在发送这个投信息的时候 你看我发送投信息的时候 它是第二部分的 如果我前面有输出的话 有输出的话 哪怕输出一行W 你看 那证明我是先输出了 是第三部分输出的网页内容 然后再执行第二部分 顺序反了 顺序反了是执行不了的 你看一下 看到了吗 警告不能更改投信息 投之前已经发送了 因为我发送了三W一行W 然后我再输出的什么 才输出的头 看到了吗 才输出的投信息 所以这投信息错了 因为它必须得在所有输出之前 因为它是属于第二部分的 那假如我这块 回线车上面 空格 这也算输出 哪怕空格 空行都不行 你看 前面没有 但是也是有输出 因为我上面这有输出 所以这个点PP 一定要顶格写 看到了吗 哪怕有一个空格都不行 你看到了 它也算输出个空格 也算第三部分摆在第二部分之前 所以咱们这块顶格写就没问题 它就不会再出现这种 投之前已经发送 所以这是使用投函数 咱们要注意的 所以咱经常用的除了字符集 HEADR 你看 还经常用的什么 像位置 ROC TL Location 位置 比如说转到万点 啊 比如说 兔点PP吧 哎 我兔点应该是RTML 你看 我一刷新这个页面 你看 马上转兔点RTML了 你看啊 我刷新 啊 这是demo这块 demo点PP 我一刷新 你看一下 直接转兔点RTML了 相当于页面跳转 这个是 页面跳转 呃 跳 转 使用这个 我们可以这么做到 当然有RTML也可以做成页面跳转 但是这种页面跳转 一旦我前边假如说 我是一般输出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之后 比如说我这会输出了一个页面了 输出什么什么页面 然后呢 输出完之后几秒钟的跳转 那这样的话 你完成不了 你以为怎么的 你前面有输出了哈达函数还怎么的 又属于第二部分了 又属于第三部分了 你看啊 后退一下 这话是demo点PP 你让我刷新一下 没跳转成功 告诉我前面有输出了 不能更改头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这个书 页面跳转PP 咱们并不一定说非得用这个 我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呢 如果前面有输出跳转 我就借助于加了script 你看啊 这有输出 然后script 这不加了script的吗 借助于加了script 那他不是发到头信息 先发到页面加了script 然后加了script window点location点rctln等于比如说双引号to.rtml 你看这就没问题了 收信一下 你看就转过来了 所以前面有输出也不怕 看到了吗 所以通常我是用这个来做的 那我们这个程序 你看啊 window点pp 你看下载跟那个头函数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啊 你干嘛 你告诉浏览器 我发送过的不是文本的东西就行 告诉他 我先告诉他 你这个你别直接解释 你当附件处理 那只要浏览器当附件处理的也就形成下载了 所以呢 咱们这块很简单 你看就使用这个头信息就行 告他是附件 然后文件名是什么就可以了 你看啊 我这块当点pp里边 假如说在这个下载点pp里边 我只要写的一条一顿就可以 你看啊 哈的 告诉浏览器 我发送的是附件文件名 我这块叫 这个是兔点html 我随便起一个 比如说我的兔点html 你看他下载就是这文件名 现在我地点兔点html 里边链接的地址是当点pp 而在当点pp里边输出的是附件 先发送头 记住 先发送头信息 对吧 然后我得把数据给他呀 他才能把这数据当成附件啊 然后发送的数据 read read file 读取并直接发送 你用任何文件读取都行 只要读出来全发出就行了 而这个正好是编读 读完之后直接一起发送 我连自己输出都不用输出了 兔点html 你看如果我不加投信息的话 你看一下 我直接点击的时候到当点pp这文件 还是读完就发送 跟我妹家的一样 你看看到了吗 但是如果我加上这个附件了 看好了加上附件了 再刷新一下 你看 现在什么文件名是不是这个 他就不直接解释这个兔点html了 那他现在就按这个名称给我当成附件了 是附件我就可以打开和保存 对吧 假如一保存就可以指定什么什么地址 对吧 那假如说 啊 我是打开呢 才会执行 对吧 所以呢 就这条语就是重要 告诉客户端 我是以附件形式去处理文件名是这个 那除了这个 告诉这个 我还可以告诉他类型了 比如说刚才这个 那一点击 他只有文件和20个字节 这一点 假如图片也行 你看啊 我输出的这是 第几个是图片 这有个图片是logo.gf 你看啊 说话 logo.gf 我让他图片名 下载图片名 文件名也应用的是 logo.gf 你看 稍心 我一点代rtml 是不是logo.gf图片 这么大 他这个有类型了 如果没有类型的话 他是自己认出来的 没有类型的话 你还可以怎么办 你还可以加几个投信息 gout什么 gout我这个类型 content 因为他自动检测出来了 类型是 image 上几个开始说过 这个是mm 类型 image图片的gf 咱看下有没有什么区别 gf 他还是那样的 因为刚才也是自动检测出来了 所以不写这上场也就 他会自动检测 但有一些类型是检测不出来的 这样就知道是imagegf类型 然后大小 headr 你可以自己指定 也告诉他这个附件的大小是多大 也可以做到 比如说 c c o n t n t 内容的长度 l e n g t h 比如说我随便指定一个 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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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这图片没这么大 对吧 但我随便指定的 你看一下 担心一下 点击 你看 七点 他还是自测 自动检测的 保存一下 三百 他以自动检测的为主 复制一下 关掉 省得有缓存 我再 开启一下 好 点击一下 嗯 他以自动检测的为主啊 不然的话 你这时候还能指定他的大小 所以这时候大小 通常咱们怎么指定呢 你用连接就行 file size 看到了吗 他也是尺寸 你直接用什么 直接 logo.gf 直接这样就可以 对吧 通常我写文件下载 就写这三上 就可以 gots的什么类型的 然后以附件形式 什么文件名 这文件名你可以随意的改 对吧 然后呢 多大 然后把这个发送过去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文件下载就可以了 所以不管是prp文件 还是rtm文件 你不要直接用地址链接这个文件 你不要直接用地址链接这个文件就行了 你让他经过一个prp文件 然后prp文件就可以向客户端设置投信息 告诉他是附件 然后指定文件名也可以指定类型也可以指定大小就可以了 你看 就可以做到了 这就是文件下载 所以文件下载呢 大家只要知道这些就呃 在我们prp做项目中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一些这节课的内容 呃 非常短 大家呢呃 自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投函数 他都有什么功能 你把这英文翻一下 比如说设置客户端页面没找到啊 这都是投信息第二部分的功能 然后再装一个类似于我这样的软件 看一下 然后去用一下 这里边看不到的信息 这里都可以将帮你看到就可以了 好了 这节课呢我们就到这里 这节课呢 关文字幕后面看不到 再装一个令人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